再来看到花莲县救国团 花莲县诱师青年服务协会 以及吉安项公所 联合举办113年 花莲中生学习中心 师生成果站 暨我爱浩克艺术村的 涂鸦比赛活动 吸引许多的民众参与 透过活动 促进中生学习中心 教师之间的交流 并提升学习中心的 整体教学品质 同时也展示了 学习中心的多元成果 与艺术创作的 封锁成果 花莲县救国团 花莲县诱师青年服务协会 和吉安项公所 联合举办了113年 花莲中生学习中心 师生成果展 及我爱浩克艺术村的 涂鸦比赛 吸引很多民众 齐聚浩克艺术村 享受生活的精彩和欢乐 八样青春幸福吉安 救国团在今年暑假 结合了中生学习中心 办理的师生成果展 及我爱浩克艺术村的 涂鸦比赛 希望在暑假即将展开之前 我们能够推展所谓的 暑期活动 我们今年办了 全国信仪队有两项 那置办信仪队有12项 以及我们终身学习的 总共有89项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花莲的 乡亲好朋友 都能够带着自己的小朋友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暑期活动 以及终身学习的成果的一个 研习活动 既然乡长有助者也特别到场 鼓励乡亲要多多参与社团活动 这个学习氛围可以让更多的人 享受到更多更多用心的创作 谢谢旧国团今天带给浩格艺术村 满满不一样的学习 跟爱的分享 尤其每一个创作 都是独一无二的 谢谢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赛 现场有旧国团各种课程的 师生成果展 还有动态的热舞表演 以及小朋友们在现场涂鸦画画 旧国团表示 今年暑假同样规划 很多精彩多元的课程活动 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民众来参加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介络会节目相报道